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不是 有时候真的很累很累 到时候然后 不是你累啥 我没听见你哪累了 你这一年人家姑娘 没对你有什么要求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 然后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每次接到电话 听到的都是挑毛病 抱怨 比如说 抬杠 比如说 在电话里 就比如说 接到她电话 每次都是 我妈就是不同意你 然后怎么着 你能不能改改你那个毛病 改完之后咱们再 不不不 你们似乎把 你们俩的这个情感的 这个伤害 都放到了一顿饭桌上 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 没有前面的积累 就是在吃饭之前 你们俩的情感上面 有间隙吗 之前我觉得 是真的没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离得远了之后 就好多事情都出现了 都啥事儿啊 有一次我去找她 她要看电影 然后我是连夜 坐着火车去的 我们那儿没有 那个高铁什么的 去了之后特别困 然后她就带我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可能就睡着了 她就不高兴 等我一睁眼 人都没了 我当时是在看 《周遥记2》 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 就是当我就是看 那部电影的时候 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一回头看 她就已经睡着了 我就觉得 你为什么不陪我呢 就是身为一个男朋友 你不应该陪女朋友 然后我就真的是很生气 电影完了 我也不准备去叫她 我就走了 然后走了之后 那身为一个男朋友 你应该去找我 都不找我 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 喂 你在哪儿 然后她说 我准备回去了 我说你都不找我吗 然后她又就是 就去找我 但是又没有找见我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就回来 对 类似于这样的事多吗 她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一有点什么意思 我就说 你这个哪方面哪方面不对 她直接就大声就好 你啥意思 我是为了好 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她总是这样 她一吼我也就想吼 我说我没意思 我能有啥意思 这个就越吵越厉 你当时喜欢这姑娘 是因为长相 我觉得她性 因为我觉得她性格挺好 她的性格好吗 这个地又有一件事 我一说 你可能就明白了 就是 说说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她跟那些男生玩得特别好 称兄道弟的 这好不叫性格好吧 这叫会玩 当时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被她这一点 就觉得挺喜欢的 后来发现这一点也不好 然后就每 还有就是每次打电话 我说喂 喂 然后还没开始说话 她就嗨 打招呼 她学校里的人 她基本上都认识 她嗨 然后我正准备说她嗨 又打招呼 我挂也不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想分 不想分开 不想分开 但是你的做法 都是要分的做法呀 对吧 我们稍微有点尝试的人 都知道 我作为你们家的客人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 为什么要数个人家 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呢 我很好奇 我的第二点好奇 就是当一个人坐了一夜的火车 舟车劳顿地 奔向到你的这个身边 陪你看电影的时候 他睡着了 你难道不应该心疼吗 为什么是一种愤怒 无助 受不了 我的第三个疑问是说 你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 在他的身上 其实只有那一年 所谓帮你抚平了 你曾经感情的伤害 但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留着这个人 这是我的三点 一问 你自己考虑 男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说 一顿饭就可以颠覆一段 稳固的感情 就是因为有了这顿饭 我发现你走的是理直气壮的 我也请你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过去认为的性格好 怎么到现在 就变成了性格不好 过去无话不谈的一对小情侣 为什么也就经过了 一年一地的这种折腾 就折腾到了看对方不顺眼 为什么想分手 又犹犹豫豫 犹豫不决 这为什么不能坦诚和坦率呢 这是我想到的 我相信老师们会看到更多 对这个解读你们会更深刻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但是我们一起进入业这种折腾的